其實到底是誰才真的把鳳梨 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他們現在還在推前朝 但他們已經完全執政五年了 蔡政府到底是不是執政黨 他是超好笑 我們不談鳳梨 我們談整個中華民國出口 到香港跟中國大陸的占比 在馬政府的時候大概40% 到去年底已經增加到43.8% 歷史新高 開什麼玩笑 誰是執政黨 民進黨嗎 還是國民黨 我覺得超好笑 再來問問看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台農發 這個好像入有四五的單位 那一直被說是國家隊 可是在鳳梨事件上 卻完全沒有派上用場 這才知道原來這個台農發 是農委會的孫公司 而且他現任董事長洪中修 就是陳吉仲的嫡系子弟兵 那今天怎麼會用一些 完全沒有做生意的人 來去當我們的國家隊 所謂台農發國家隊 在105年12月成立的時候 當時的行政院長林權 還參加佛風觀光宣布 要成立農業的國家隊 結果幾年下來 現在資本額兩億四快虧光了啦 也沒有看到他真的有國家隊的樣子 而且原來從外商請來的 陳毅蘭董事長也離開了 根本做不下去 所以算我們是國家隊 只是在因應 在新聞熱點上 一個折羞部而已 我們剛剛也講到說 現在董事長是陳吉仲的嫡系子弟兵嘛 那我們就問問看 陳吉仲在上禮拜 不是還有一個陳吉仲的偉人這一張嗎 一整夜都在歌功頌德他的偉大事件 難道他今天做生意 怎麼會完全沒有頭腦 其實真的超級好笑 陳吉仲他本來是一個龍經的一個學者 但是長期參加農運 後來到政府機關服務 我們真的刮目相看 因為陳吉仲真的是偉人 超級快朗 這個偉人我們後續看下去 來自首兩位 朝視施之後 期間 升一頓 到晚 bom 這次